最近最火的就是二饼马云飞和圆圆的故事 一开始呢 是圆圆和马云飞在一次直播连线中偶遇 至于是真偶遇还是假偶遇 是真的二十年有银杏还是涉及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偶遇 从此俩人的情感呢 不可收拾 说白了就是狼有情 切有意 俩人只要一直播连线 就金句不断 其实圆圆是老司机老油条了 那词甩的比相声有意思 而马云飞呢 本性木讷 他不善言辞 因此呢 都是圆圆调侃二饼 二饼呢 悉听尊辩 这其中还有个利格 利格是女的 是二饼马云飞的直播搭档 女孩长得很可爱 特别爱笑 几乎是一直在笑 而且一笑呢 就直拍大腿 甚至很多网友觉得 利格这一场下来腿还能要吗 您这一场下来 腿比手累 手比心累 心腿不累 感觉几乎没心没肺嘛 其实二饼和圆圆的直播 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一个男的和七个女人的故事 一个男的就是二饼马云飞 女一号呢 当然是圆圆了 女二号是利格 女三号是二饼马云飞和圆圆的同学 李月 沈阳化叫李月 加个儿化音 女四号是马云飞的女朋友 无锡第一美女小田鱼 女五号是航天旗 女六号是周冰倩 女七号是二饼的红颜之己 玉公子 玉公子实际上也是个女的 而且是一位年轻的美女 玉公子和马云飞一样 其专业就是拉二胡的 因此马云飞呢 经常和玉公子直播连线 其实圆圆和二饼胡拉马云飞连线火了之后 首先带火的就是利格 再就是二饼的女朋友 无锡第一美女小田鱼 其次是至今没有正式和二饼 以及圆圆连线的李月 李月呢 是沈阳师范大学的老师 教声乐的 我估计应该是民歌 因为他学的就是民歌 因此说李月的工作 是沈阳师范大学之音乐学院 李月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之后 孩子老本行没离开音乐 这几位女性啊 小田鱼至今未公开露面 但是在北京乐器展 其实已经暴露其身份了 李月也没有公开露面 但是其唱歌的视频不少 玉公子 年轻的美女 二胡演奏家 丽哥二饼的搭档 对于二饼而言 丽哥那也是扛顶之人 航天旗呢 一直在直播 我估计也是没啥事干 直播呢 还能赚点散碎银两 最亮眼的就是周冰倩 前些年的大姐机的歌手 周冰倩呢 也是课班出身 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 而且不但歌唱的好 其二胡也是演奏高手 其实我一直以为周冰倩是港台歌手呢 前些年的周冰倩的真的好想你 以及我这样的女人 和妈妈再爱我一次 我一直以为是港台的呢 当然了 这一切的总策划人都是 二饼的中国好同学圆圆 圆圆是二饼沈樱的同学吗 圆圆人名孙元 毕业于沈樱 现在在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 担任独唱演员 国家二级演员 就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 从此改变了几个人的生活轨迹 尤其是二饼 严格说啊 圆圆有可能是二饼 此生最大的贵人之一也 希望他们的友谊 一直这么接地气 地久天长 地老天荒 地脚天涯 永远不要地富天荣 地洞山遥 地暗天荤 地北天南 OK就到这 我是肥州满家老李三 下期再见 安